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调查显示福特支持率超过三成 大幅领先邹智慧 乌克兰声称有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境内 情容是侵略行为 本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8月28号星期四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根据多伦多 星报 周四发布由民调公司Forum Research所做的最新调查 现任市长福特的支持率已经升到31% 仅落后装得力三个百分点 并且大幅领先邹智慧 后者的支持率为23% 索纳基7% 和许多政治观察家的预期不同 斯廷斯宣布退选之后 他的支持者没有导向庄德利 反而令福特的支持者稳定增加 有分析人士认为 福特的根基仍在 显然他的政纲仍为选民所认同 尤其是低税 谨慎花钱 以及坚持修地铁等等 调查还发现 如果索纳基退选的话 那么三名主要候选人的支持率分别是 庄德利36% 福特31% 邹智慧26% 7%的人尚未决定投票给谁 该调查在本周一和周二举行 1945名多伦多选民参与调查 多市市长福特引以为豪的高中橄榄球教练生涯 出现了污点 一份最新公布的学校内部报告披露 福特执教球队期间曾经威胁殴打教师 工作时醉酒 而且不信守诺言 多市市长福特在Don Bosco天主教高中 志愿担任橄榄球队教练十年 学校近期公布报告 列举了福特在工作期间出现的问题 其中在2012年8月 福特曾经威胁殴打一名教师 原因是这名教师希望福特遵守学校规定 不要让学生在正常的学期之外训练 此外报告还称 福特曾经在球队表现不佳时 惩罚学生在布满鸟屎的草皮上饭滚 并对学生恶言相加 但有学生为福特澄清 称虽然有滚草地的惩罚 但队员也可以选择跑步 此外福特也没有谩骂学生 本国三位航空公司再次发声 乘客滋扰声势 导致航班折返的事件 两名二十多岁的女子被拘捕 公司指 一班飞往古巴的波音737客机 昨天下午四点半 从多伦多起飞后不久 有两名乘客在飞机洗手间内 大肆饮用免税店购买的酒类饮品 之后又点燃香烟 触发警钟响起 两人齐后大打出手 并对航班作出恐吓 机组人员评估后 认为有关威胁没有根据 但机长仍然决定 折返皮尔逊国际机场 当时位置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上空 家军在接获北美防空司令部通知后 从魁省一个基地 派出两架CF18战机护航 当客机安全降落后 皮尔逊警方拘捕两名涉案女子 两人今早在宾顿法院过堂 上月底三位公司一般从多伦多 飞往巴拿马克机 由一名25岁男乘客 作出恐吓 导致航系折返 家国方面 13个省份和地区的省长 继续在阿德华王子岛的沙洛城 召开年度会议 讨论本国各地的经济 就业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议题 在首日的省长会议上 北市省 萨省和阿省都同意 重新审议这些省份的地区贸易协议 取消贸易壁垒 北市省省长简会支撑 贸易壁垒给增加就业制造障碍 发展和改善贸易是各省的重要工作 但联邦政府也要承担起责任 除了贸易问题之外 各位省长还在会上讨论了 本国人口老龄化 医疗保健和退休福利问题 魁省的嘉丁诺市 今天凌晨发生了枪案 造成两名男子受伤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初步包围室内一栋公寓进行搜查 后又宣称疑犯在逃 据悉 在案件中受伤的两名男子来自渥太华 一人被松原治理 另一人拒绝治疗 而且两人都不愿和警方合作 警方对案发的公寓进行了封锁 并且疏散了全部的住客 随后又在今天上午11点称 搜查无果 疑犯仍然在逃 公寓住客在今天上午11点过后 被允许回家 警方称案件是有目标作案 好了 家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一间段广告 广告回来 姜明带来国际新闻 天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 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加油 加油 快点 快点 好的 她下去了 快点 即便她都过来 今天的比较上去 她还是克服了 听说这个杰杰在红狗区很红 比明星都要红 你是不是很以为自豪 我肯定自豪 当然自豪 好 开始找这个静止区 稍微花了一点时间 但是无论如何杰杰她的训练水平非常的高 尤其是服从性非常的高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财经亚洲 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为您报播 你心虚啊 我怎么心虚了 你遇见轴人了 我牛芬芳刚正不阿 我不吃你这一套 你是那毅力吗 我面对一个动物 你跟他就是馋了 我跟你说啊 他不是单纯馋的意思 他那种毅力 还有胆量 你什么 你就是没吃过 你没见过 行了吧 行了吧 你打小我怎么教育你的 不能跟任何人借钱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声称 有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境内 形容是侵略行为 总统布洛申科取消外访应对 俄罗斯否认有军队越境 乌克兰军方发放片段 声称有俄军坦克 进入乌克兰境内 路透社记者又在俄罗斯 距离乌克兰边境三公里的地区 见到一对怀疑俄罗斯军车 报道指 部分军车有受损痕迹 车上有军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布洛申科称 有俄军进入乌克兰境内 控制东南部战略重镇 新亚苏斯克 他形容是侵略行为 决定取消访问土耳其的计划 和安全部门开会应对 他还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有证据证明有大量武器 由俄罗斯带到新亚苏斯克 北约也表示 有过千名俄军在乌克兰境内 并有两万名军人部署在两国边境 美国指责俄罗斯 企图在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 但俄罗斯否认有俄军越境 指除数天前十名俄军误闯乌克兰边境外 目前并无俄军在乌克兰境内 新亚苏斯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旦这里落入亲俄分子手中 不但可以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 俄罗斯也能将影响力 延伸到含丰富资源的亚苏海 而附近的乌克兰港口城市 马里乌波尔也会受到威胁 在首都基辅 大约500人在国防部外示威 促请政府加派重型武器 到东部支援政府军 前总理继默深刻呼吁政府 立即在东部实施戒严 并要求国际介入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西非四国伊波拉疫情正加速蔓延 至今已经导致了1552人死亡 预料最终感染者将超过2万人 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最新资料 至今总共有超过3000宗伊波拉病例 当中1552人死亡 死亡率约为五成 其中超过四成病例在过去三周出现 大部分集中在几个社区 证明疫情仍未受控 世卫预料最终累积感染病人数 或超过2万人 是目前的6倍以上 世卫还相信 在疫情严峻的地区 实际病例较通报的多24倍 世卫估计 未来半年需要为抗疫投入4.9亿美元 在全球各地大受欢迎的 日本卡通人物Holo Kitty 今年庆祝40岁生日 日本创作公司Sanreal 爆出一向惊人的消息 Holo Kitty原本不是一只猫 而是一名英国的小女孩 日本创作公司Sanreal称 最初设计Holo Kitty的时候 她是一个居住在英国伦敦市郊的小女孩 绝非是一只猫 她是用两只脚来走路的 Holo Kitty有一名双生姐妹 和一只属于她自己的宠物猫 她念小学三年级 但是从来没有升过级 Sanreal公司将在洛杉矶的日本美国国家博物馆 为Holo Kitty举行回顾展 同时Sanreal公司表示 Holo Kitty并非没有嘴巴 只是没有画上去而已 不过Snoopy迷倒是可以放心 因为Snoopy官方在Twitter上特为此表示 Snoopy绝对是一只狗